這個就叫做季節 就是冷熱變化季節 季節會有冷熱會有變化的原因 不是因為地球離太陽的遠跟近 而是因為直射跟斜射 我前面曾經帶過說 地球繞太陽的公轉軌道是一個橢圓形 可是這個橢圓很圓 跟正圓差不多 所以它的近跟遠差不了太多 所以主要造成冷熱的差別 不在於所謂的聚日的遠近 而在於所謂的直射跟斜射 就是陽光照射的角度 比在直射就比較熱 比在斜射就比較冷 像這樣 左邊這張圖呢 陽光直射 然後呢 照在一平方公分的面積上 右邊那張圖呢 陽光以45度角斜射 有一邊還是一公分 另外一邊呢 就變得更號二 1.414數學交過 就變成1.4公分 所以就變成1.4平方公分 本來這麼多能量集中在一平方公分 後來分散到1.4平方公分 所以集中的比較熱 分散的比較冷 分散的比較冷 OK 所以 斜射的就比較冷 直射比較熱 所以直射跟斜射是造成冷熱原因 用事實來說 1月的時候地球在近日點 請不要把近日點跟什麼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搞在一塊 沒有關係 不一樣 1月是在近日點 可是1月卻是北半球的什麼 冬天 因為那時候陽光直射南半球 陽光直射南半球 那反之近日點 遠日點的時候是在 7月 7月的時候地球在遠日點 可是卻是北半球的夏天 因為那時候陽光直射北半球 所以有此可知 造成季節變化冷熱的主要原因 不在於聚日的遠近 而在於什麼 直射跟斜射的關係 那麼 所以我們就可以曉得一件事情 南北半球的季節是怎樣 相反的 當我們是冬天的時候 南半球是夏天 當南半球是 冬天的時候 我們是夏天 所以如果你今年寒假 要跑去澳洲玩 台北上飛機的時候 穿著厚重的衣服 但包包裡面要穿一些 輕短的 短褲啊 短袖啊 背心啊那種 因為 澳洲是夏天 反之你夏天跑去澳洲玩的時候 台北上飛機 一共青裝打扮 清涼無比啊 穿個小可愛啊 那個細肩帶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你包包裡面要放一些 冬天的衣服 因為它是冬天 它是冬天 所以南北半球的季節相反的 因為直射跟斜射正好反過來 也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 高尾度地區都會冷 為什麼呢 因為它陽光越不斜射啊 我最北直射 北尔二三年五度啊 南尾二三年五度啊 更高都永遠都不會直射啊 所以高尾度永遠都在斜射 所以就怎麼樣 比較冷嘛 那四大腹一就是 租外直射啊 所以比較熱 所以比較熱 所以呢高尾度因為都斜射就會冷 低尾度呢 就會比較熱 但是還好啦 我們有喇喇耶啊 我們有大氣啊 熱空氣會上升 冷空氣會下降 我們有空那邊喇喇耶嘛 只要沒有水沒有大氣溫差都會很大 所以我們有 我們有著喇喇耶 結果就還好 OK 來 假如地球自轉軸垂直黃道面 請問一個叫季節變化 一個叫昼夜變化 先問昼夜變化 會怎樣 來想一想 如果陽光 如果地球自轉軸垂直黃道面 地球公轉一周 陽光直射的位置會不會變 直射哪裡 然後 啪啦啪啦啪啦 你就會知道昼夜會怎樣 哇哇哇會怎樣 季節會怎樣 OK 好 請問 請問 二號 二號 請問 昼夜會怎樣 白天會變得更長 白天會變得更短 然後或者是跟現在都一樣沒有變化 還是怎樣 一樣長 一樣長 很好 請坐下 叫做 一樣長 因為如果地球自轉軸垂直黃道面 請問你陽光直射何處 遲到 遲到 那請問你如果垂直黃道面 公轉一圈 請問你有會不會改變 不會 所以陽光永遠都直射遲到 一 剛才講過的 陽光直射遲到 現在相反 春天變秋天 夏天變冬天 是 沒影響 沒影響 來 一變得更明顯 二變得不明顯 三 跟現在會相反 四 都一樣 都結了 都結了 你說什麼 你有小號嗎 哪一個 不知 男子安段 No.4 四號 都一樣 好請坐 答案叫做 請坐 答案叫做 不明顯 當初為什麼有三條線 陽光直射位置會變對不對 中間直射四道 左右直射北會被一條線 如果陽光永遠都直射到 只有幾條線 一條 每天都 都 一樣 天天都一樣 那天都一樣 就天天都一樣熱 或一樣冷啊 沒差嘛 除了因為聚日經典 或聚日遠一點 可能有那麼一點點的 差別之外 其他就沒有差別啊 陽光永遠都用相同的角度入射 所以季節會變得比較不明顯 OK 這就是 我們的問題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 請問有沒有 請問